大家好,我是老白 2025年双11要来了 我们照例来看看 目前各个价位段 最值得购买的迷离电脑有哪些 这一年来到目前为止 我们评测了20个品牌的迷离主机 接近50款各式各样的迷离电脑 从最便宜的低功耗英特尔N系列 到AMD Ryzen 7、英特尔Ultra 9 直到带有目前最强核显的8060S的 AMD Ryzen Max Plus 395 今年通过测试这些各个品牌的不同小主机 我直观了解到 两大CPU厂商的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的烈度 几乎跌到了最低点 不但英特尔低功耗N系列 比起三年前推出时没有啥涨劲 连目前主流的旗舰Mini主机CPU MD Ryzen H255、Ryzen AI9 350 比起去年的8845HS、8745HS 甚至比起前年的7840HS 也没有啥进步之处 不过是马甲套马甲的连环马甲罢了 三年了 人生有几个三年了 朋友们认为主流Mini小主机的CPU有涨劲吗 但是不管市场如何不堪 Mini主机仍是我们重点贯注的唯一领域 所以我们竞选出14台最值得购买的Mini电脑 为大家呈现双11的Mini电脑推荐 我们的推荐是以散热精英为基础 性能为主轴 最后一定会落实到性价比 来为大家做推荐 基本上我们会按1000元为一个价位来分类 实际上是以性能来区分的 也就是分为低功耗 中端 旗舰 独显 那么我们就开始吧 首先是千元以内的低功耗小主机 这张表里基本上就是这一年你能买到的英特尔低功耗CPU 而这张表是我们测试的所有N系列低功耗小主机一栏表 大家可以暂停截屏保存 一共37台低功耗小主机的基本数据 包含每台小主机的内存接口 SSD接口 有线网络接口 无线WiFi接口 待机功耗 整机功耗 性能释放 以及Coremark CPU性能跑分数据 今年双11我们推荐的低功耗小主机是 649元的吉摩克G3 Plus 它装置的四核N150CPU G3 Plus主打是便宜 2.5G网卡和双显示接口 捷径15瓦性能释放 散热和精英都优秀 用来做入门家庭HTPC 非常不错 在低功耗小主机中 有超小型化的倾向 所以我们推荐的第二台低功耗小主机 是阿迈奇V1 它主打仍然是便宜 超小体积 价格便宜 它是目前市场上能买到的超小迷离主机 另外 林克 EQ14 N150 是我们测试过的相同版型的 EQ43 N100的升级版 它不但是双2.5G还内置电源 准系统目前价格853元 然后是魔方M9S的N150 价格是639元 它是双千兆网卡 这四台小主机 就是我们精选出来的 双11百元小主机推荐 649元的GMK吉莫克 G3 Plus N150 639元的 S-Magic V1 N150 超小迷离 853元的 林克 EQ14 N150 双2.5G 锐质电源 还有 639元的 双千兆 魔方 M9S N150 接着我们来看看 1000元到2000元之间的 终端高性能小主机 首先推荐的是 完全满足我们全能家庭HTPC要求的 盘雷WO7 这台也是我们近两年来 唯一最便宜的全能HTPC推荐 它不但有千元级别的680M核显 还有满血的HDMI2.1接口 可以连接高刷电视 它的性能接近标压的7735HS 功耗释放比别价的稍微高一些 散热精英稳定 全功能Type-C接口 能达成PD和DP显示信号一线通 价格便宜 是我们在千元这个价位端的首选 其次我们给大家推荐 民凡UM760PLUS和Slam 两台装置7640HSCPU的小主机 它们都有满血的HDMI2.1接口 和全功能USB4接口 能够PD和DP一线通 PLUS版额外还有奥克林的接口 它们的性能和6900HX是差不多的 超过了所有的英特尔13代i5CPU 而且还能硬解8K AV1视频 在千元价位段是非常超值的 最后我们还选择了吉莫克K67840HS 这台竟然卖到了现在 降价到离谱 同时也是降维打击到下一个级别的超便宜小主机 780M核显是旗舰级别小主机的分类 而且它还是双2.5G网卡 性能最高能跑到62W 比起别家的8845HS也不差 但K6实在是太便宜了 这个价位别家还在卖6800H 6900HX 唯一可能算缺点的是 它没有奥克林的接口 没能达成超级大满贯一线通 但它便宜啊 今年双11千元中登机 我们推荐 接近千元的最佳HTPC 盘雷WO7 1599元左右的 名凡UM760PLUS和Slam 同样也是全能家庭HTPC 还能兼顾办公和游戏 以及降维打击的1699元的 吉莫克K67840HS 旗舰小主机 一般是我们推荐的重头戏 但是啊 我说过 两家CPU厂商 没有啥掌劲 所以和618我们的推荐 大差不差 多出来的 就是最新的马甲U型号了 我们的推荐是按体系来的 而不是单单一台 首先推荐的是 天背GM12系列 还有最新的天背MACO 它们的外形接口 基本上是一致的 MACO的奥克林接口 放在了侧面 天背最便宜的MACO 装置H255这块最新的马甲U 只要1999元 都是大水桶机型 双2.5G 双USB4 双NVM1 还有奥克林克接口 这个级别的旗舰小主机 应该都有奥克林克接口 目前 雷电5接口外接显卡 带宽仍然超不过奥克林克接口 看来奥克林克 还能延续很多年 不过时 天背三台小主机的性能 也是非常不错的 65瓦性能释放 都能接近17000分 散热和静音都优秀 接口完美 价格真低 我们接着推荐的旗舰小主机是 吉莫克 K11和K8 Plus 同样也有装置最新马甲U H255的K12 K11和K8 Plus 接口配置外形 几乎一样 K12这是全新设计外形 是吉莫克迭代之后的新产品 K8 Plus装置8845HS K11装置8945HS K12装置H255 价格低到了1999元 我们看到它们都是超级大满宽接口的配置 性能上 K11的8945HS算得上遥遥领先了 其他两台也接近17000分 65瓦的性能释放 不错 散热就秀 静音稳定 接口完美 MinuteForum 明凡 UM880和870系列 UM880 Pro 价格2300元 是一台几乎完美的小主机 UM870 SLAM 价格非常便宜 是明凡最便宜的 780M核显小主机 看接口配置 UM880 Pro同样也是超级大满宽接口水桶机 它也长期占据我们性能排行榜的前列 70瓦功耗释放 接口完美 吉夜T8130M 装置8745HS CPU 价格1899元 它可是采用了台式机的下压散热系统 85瓦的性能释放 直接登顶 同样是超级大满宽接口 对于需要强大散热系统的朋友 可以考虑 这四个不同厂家的 780M核显小主机系列 都是我们双11推荐的优质旗舰小主机 分别是天背GM12和MACO系列 吉摩克K11和K8PLUS K12 明凡UM880和870系列 吉夜T8130M 它们的最低的准系统价格其实差不多 都在2000元左右 接近3000元的价位 我们推荐最值得购买的迷离主机是M4 MAC迷离 它现在拼多多百亿补贴后的最便宜价格 只需要2999元 无敌的弹核性能 接近HX370的多核性能 图形性能至少不比HX370差 这是一台听不见风扇转的静音完美的迷离主机 也是迄今为止最便宜最优秀的完美MAC迷离主机 我自己有一台自用 所以也推荐给需要使用MAC系统迷离主机的朋友 接下来是稍微贵一点的独显迷离主机 也就是至少3000元以上的上不封顶 最贵的是我们测试过的2万多的 ROG LOCK 2025 在这些小主机中 最后选择了天背Guard游人系列推荐给大家 这个系列只卖3000元出头 独立显卡是AMD6600LE8G显存 图形性能比80瓦释放的4060高一点点 可以看成80%的RTX4060 这是HX370的两倍 我们测试的是6900HX版本的 不管性能释放还是接口都非常满意 但最满意的是这价格才3000元出头 我们618是曾经说过 890M核显HX370 准系统如果进到3000以来就给大家推荐 但是没有达到啊 而这最新的Ryzen AI Max Plus 395 想想这价格 咱们就别说了吧 好了 今天就聊到这里了 我是老白 谢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